改版後原本超冷門的克萊斯 變成飛BAN集選的T0輔助 果然角色的熱門程度跟強勢程度成正比 我們最常看到克萊斯帶 瘋塔無情瘋狂塔殺 因為瘋塔玩法太常見也很簡單嘛 所以我今天要玩進階版的克萊斯 我不帶瘋塔 我帶的是制裁 你以為我要用克萊斯打野嗎? 算打多一半啦 我要去打對面的野區 俗稱凡野 這個玩法只要自己失誤 就會慘死在對面野區 輕鬆看待 謹慎模仿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劉哥 I'm Yuga 改版之後克萊斯不再需要能量 就可以開大招 所以他的大招一冷卻好 馬上就能開大 所以我就想了想 克萊斯強的點就是他的大碼 所以我鞋子 我就直接出冷卻鞋了 我不要出正性鞋 任性對我來說沒什麼差別 反而是大招可以更頻繁的去開比較重要 那我一開場就直接買了 小把的打野刀 因為可以增加制裁的傷害量 如果要反野一定要買打野刀 你要很清楚自己的制裁傷害量是960 再去盯著你要反的野怪 他的血量條 只要一滴於960 大拇指就給他按下去啦 最後呢 成功反到野怪啦 反完之後 這個銀咒他很爭氣啦 不過我被圖倫攔截了 好險 最後颯枷是有來救我的 呃 可跑得掉嗎 喔沒問題 最後還是讓我跑掉了 這個玩法真的是 只要一失誤 沒有反到那個野怪 自己就會死掉 所以大家真的要輕鬆看待 謹慎模仿耶 那在前期 哇 我們家隊友 直接把隊友雙殺掉了耶 可能是因為技能都交在我身上吧 我現在回補之後 身上只有一把的小打野刀 那我要去哪裡呢 肯定要再去反紅buff啦 那有看到我剛銀咒出現在中路 代表他的紅buff還沒有吃啦 他現在一定很難受 他應該只有吃小野怪吧 唉唷 再吃捏齁 他們隊友也很有意思喔 圖倫都已經先站過來了 但是 這個紅buff 我想要把他拉到草叢裡面 讓銀咒看不到 水喔 我又搶到了 而且這個紅啊 我不是用自在搶到了 是用一技能啦 這個贏之後一定很生氣喔 那我這場結束之後 我看了一下 他的勝率很高耶 1萬場勝率居然有70幾% 真的算蠻高的喔 那現在我是有制裁的 可以吃個蘇哈喔 但是我在吃蘇哈的時候 我們人比較少喔 就變成 對面連輔助都過來了 我們2打4啊 最後我是搶到了蘇哈之後跳走 但馬洛斯走不掉 那也沒辦法 我就趕快回家啦 那接下來我是會出那個輔助裝備的 因為我看到四人喔 等一下要去塔沙的話 就會去線上嘛 就會不小心吸到隊友兵線的錢 那一定要出輔助裝 才不會去影響他們的錢喔 那現在他們的蘭又出了 欸我來了 我來了 不過你也知道嘛 夜路走多了 遲早是會遇到鬼的 所以繁野也就是不保證100%都能成功啦 那最後你看喔 我這邊技能完全開不出來 被暈到死了耶 哇就是這樣啊 有時候繁野繁多了 對面絕對會來守野 那我剛復活就看到 欸中路怎麼死3個 然後又有紅buff了 我來了 小紅 小紅我又來找你啦 好可愛的小紅喔 力量磨炎 我今晚要帶你回家 制裁 我們先走啦 那走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好像可以打一波 因為馬洛斯有大 我就以為我開戰 馬洛斯應該馬上跳個大招 結果呢 哇 我跟馬洛斯沒有默契啊 他的大招比較晚開 再加上沒有跳到銀咒 如果有跳到銀咒 我真的覺得 銀咒應該是可以讓他死掉的啦 好啦 沒事啦 嘗試一波也是好的 反正我這場就是不斷的 針對對面的銀咒 因為有一句話叫做 只要你把對面的打野打爆了 我們家後排就安全了 我不斷的反野 不斷在野區開戰 你們會發現 我們線上的射手超級舒服的 因為他們的對線的人 都跑來守野區啦 那我們家的射手呢 就可以穩穩的肥啊 拆個塔 都可以啊 那再吃個蘇哈 幫隊友賺個錢錢 那這個蘇哈呢 我是不打算用制裁的 因為制裁我想要留在 他們的藍區使用 因為我知道他們的藍RUFF重生啦 所以我二話不說 連那個颯枷他起飛 我都不管他 直接飛奔對面的藍區 結果呢 哇 贏了大哥啊 你的制裁了耶 這個藍BUFF又讓我搶到了耶 不只能說這個反野啊 真的是很吃運氣喔 那這邊絕對可以直接塔殺塔起來啦 哇 艾奈特 這個大招跳得不錯喔 北賣喔 不過你們兩個還是得數喔 數掉了 那兵線進來了 剛好可以拆個塔 因為遊戲也剛好五分鐘 怎麼這麼剛好呢 那薩迦在後面殺了圖倫 來了一隻艾里 這個艾里是從凱撒路跑下來的耶 我是有解控裝備啦 我在猶豫要不要開 最後 好啦開開開開開開 因為開解控裝備是可以幫隊友補一點點的血的 所以最後還是開啦 我們走吧 結果看到銀咒在中路清兵耶 代表那個銀咒 是真的很想要逆轉 我看到他頭上那一把火了 OK的啦 來我們再追著他 有紅BUFF耶 有紅BUFF 那星葵喊的進攻敵方紅BUFF 那銀咒也是很聰明 他直接把紅BUFF拉出去 誰都別想吃 我吃不到 沒關係 對面的人也別想吃 但是我就是要吃啊 這邊我們絕對可以打了 不要忘記 我們現在是10比2 而且對面銀咒很窮 你看銀咒直接殘死 所以紅BUFF是由星葵制裁掉了吧 結果看到薩迦 一個起飛失敗 沒飛成功 反而被對面 哇 被對面反殺了 果然喔 薩迦就是 秀跟送 只是一線之格 這個薩迦 就是送 我這邊是沒有大招的啦 所以想說吃個零秒吧 那就看到 星葵 直接盪進去啦 但是我沒有大招 我也不知道他要打 好吧 感覺他只是想要 簡單消耗一下那個索文 消耗好像也不是不錯喔 不過呢 我這邊 嘿嘿 又要去幹大事啦 我要去對面的藍氣 正在吃喔 瑪洛斯跳了一個大 哇 連藍都沒跳到 沒事沒事 問題不大 反正我們就是要整場 追著那個銀咒打 追著銀咒打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家隊友真的很舒服 過得很安全耶 沒有人要去抓他們耶 他們的人全部都在守野區 全部喔 我們現在的外塔 血量一滴未損 但是對面已經掉了兩座塔 可以啊 而且他們還掉了很多BUFF 那我現在要去上路 救一下我們家射手 看到那個銀咒 有發現嗎 對面感覺是有點小策略的 他們想要讓銀咒肥 所以一直放一條線 讓銀咒去農 然後我走過來就看到銀咒 哇 這銀咒制裁亂下 他小野怪的血量 都還沒到那個制裁的傷害量 他就下進去 然後野怪就被警射掉了 OK的啦 可以的啦 那隊友現在在吃凱撒 那對面紅又剛出了 我就想說 我是不是可以來反一下 隊友吃完了凱撒之後 我就看到紅BUFF血 剩下3000多滴 我感覺可以反喔 沒想到對面全部人都包過來啦 而且剛剛那個銀咒 因為他沒有制裁 他剛剛制裁 跑去制小野怪了嘛 所以他直接把紅BUFF甩出去 他吃不到 我也別想吃的概念 好吧 真的是夜路走多了 偶爾碰到個鬼 也是合理的啦 合理啦 那就看到 欸這邊可以打喔 嗯 艾力很殘 棒 水喔 我現在眼中只有上路那個銀咒 欸怎麼會紅BUFF 好啦 我眼中剩下這個紅BUFF 銀咒我懶得追啦 先訪個紅再說嘛 身為一個反野流的小魚人喔 吃紅BUFF是很正常的嘛 那就看到銀咒給我跑過來我的面前 不過我沒有大招喔 但是我的隊友打人很痛耶 這銀咒瞬天融化 我這場大拇指幾乎都放在寒冰制裁喔 結果哇 我跟銀串在一起的時候 我的星星開得太慢了 對不起你阿姐 如果我解控開得很好的話 銀是不會死掉的喔 回補的時候 我看了一下經濟面板 我發現 欸我的經濟 銀咒還要多兩百塊耶 隊友在上路叫了凱撒 我就想說 我先站在前面給個視野 沒想到 欸你們看小地圖 我們家的銀被銀咒抓到啦 抓到了啦 我來不及啦 那你殺了我們的警 你也是付出代價 那結果對面全部人都過來了 你們不要忘記 我們這場是大順風 所以對面自己出來打架的話 那肯定是自投羅網 犧牲一個警 換到了對面團滅 很賺耶 開個大招 我本來要推銀咒的 結果我沒有推到 好啦 遊戲也是順利的結束啦 制裁流的克萊斯 真的對自己的制裁要很準 才可以用 不要輕易的嘗試喔 也不要忘記幫我影片點一個大大喜歡 我是幼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